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美國只要公司一大了 就會被接受調查 像其實 輝達本身在歐洲 他早就在調查他了 那以當初蘋果的例子來看的話 確實會對 輝達本身的股價會有影響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大家再度收看股動乾坤 我是節目主持人焦榮 台北股市在這個禮拜三的時候 一開盤就大跌了1100點左右 最後收盤是跌了數字999點 晚上我們看到數字 外資也賣超了大概1000億元出頭 台北股市目前是不是進入了 垃圾時間 所謂的垃圾時間 就是在這個點上面 在2萬點附近 投資人做多也沒什麼信心 但是做空好像也沒有證據 也沒有什麼理由 那麼短線上頭 下個禮拜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iPhone 9月10號 iPhone16要發表 那同一天 華為也不甘示弱 也要給他發表一個三折機 怎麼樣看這個相關的供應鏈 在短線上頭 會不會有一些表現呢 我們今天請到的特別來賓是 韻達頭顧陳時輝分析師 來替大家做說明了 輝哥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輝哥是第二次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對 第一次來就是這根大跌的時候 對不對 第一次來的時候是在這邊 我們還在問兩萬多是不是守得住守不住 輝哥那個時候特別跟我們說 應該是暫時看兩萬附近 應該有止跌的跡象 好了那現在第二次來了 又要問你同樣的問題 第二隻腳有沒有機會 在現在不遠的將來看得到 你怎麼看 今天因為台股大跌 大家一定非常關心 未來整個我們大盤走勢要怎麼走 那上次坦白說上次這個下來的話 是比較臨時性的因素 而且又隔了一個假日 大家想像就很多 所以隔天就馬上大跌 好那今天這一次 其實我們常常會說 當你經歷過一次之後 你第二次就不會那麼害怕 好像沒有那麼可怕 那這一次我們整個下來 那其實整個美國那邊 確實美國那邊會比較壓力比較大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這一次雖然檯面上我們看 我們來解讀說 比如說美國昨天公佈ISM指數 就是他們所謂的製造業指數 那製造業指數 基本上它是確實不如預期 帳面上來講的話 因為它預估它是要到47.5 但是它的數字公佈出來是47.2 那就不如預期了 但是其實你如果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它7月份其實是46.8 也就是說它47.2還是成長的 那只不過是 只是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好 第一個它不如預期 第二個基本上這個製造業指數 要上了50 才是一個數目組 比較良性 是 那但是我們再回頭過來看 你瞭解經濟的話 其實美國整個製造業 佔美國整個經濟整體 大概10% 所以服務業其實佔了它的比重更大 所以其實 基本上像非農就業 為什麼大家那麼重視 是因為它確實會牽扯到 比較大的經濟的整個的影響力 這個是第一個我們要解讀的 那第二個 輝達昨天股價大跌 當然輝達大跌我們台灣一定嚇一跳 因為我們台灣跟輝達確實很密切 那基本上它大跌 當然整個受到ISM指數的下跌 整個美股下跌 當然這是一個原因 那另外一個原因其實就是輝達傳出來 美國司法部要調查反壟斷 這個事情是很嚴重嗎 如果它的業績本身沒有受到很大很大的影響 只是官司的問題要調查的問題的話 會不會在短期間之內也可以 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基本上我們其實 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 美國只要公司一大了 就會被接受調查 像其實輝達本身在歐洲 它早就在調查它 那以當初蘋果的例子來看的話 確實會對輝達本身的股價會有影響 因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它就是要多付出一些 對 和解金或是什麼 那當然對它公司的盈語就會有影響 可是對整個供應鏈 台灣的供應鏈來講 以當初Apple的歷史來看的話 其實影響不大 畢竟是它本身它要付出這些金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一次其實確實沒有像上次 非農就業指數那種突然性的 那再加上上次還有一個日元升值的問題 那當然最近 我們還有一個無形壓力就是 日元本身它的 日本央行它也講 如果我日本經濟好的話 我當然還是要慢慢往升值的角度走 但是我剛剛講過 大家有心理準備 而且坦白說以資金的角度來講 它也知道日本央行 整個的走勢是這樣 所以它其實 在這一陣子它就慢慢的 整個像我們之前講的 很多全球的股市是從日本借錢 然後到股市來的 那它知道日本慢慢要升值了 它當然就會把資金 早就慢慢再抽回去了 所以這個影響在目前 這一次的下跌來講 其實也沒有像上次那麼大 好這個是我們整個基本面的影響 所以我才說啊 是不是進入了垃圾時間 就是做多大家也覺得 短線上沒有什麼刺激嘛 做空像您剛才講的 也沒有之前那麼可怕的現象了 所以好像也沒有證據 給我理由去做空對不對 那技術上來講 可能大家會很關心 那我們從技術面上來看的話 像上次 它這兩根不理性的下殺之後 這一根是因為禮拜一嘛 大家風聲鶴唳 所以整個掉下來嘛 好那禮拜二是什麼 殺融資嘛 這兩天其實融資都殺很多嘛 我們來看這裡 尤其是第二天 跟第三天 但是第三天在殺融資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覺 它已經拉上去了 好那所以整個技術面上來看 當它這個破底反彈 隔天它又會回來回撤嘛 這個回撤點其實就是這一次 整個回撤點 它不容 它即使是跌到這裡了 跌到這裡了 基本上你就會發覺 它開始有買盤會進來 是 所以今天一跌下來大概破 2萬億左右 就開始會有買盤進來 這個是技術面上來講 但是最近大家 大家在操作個股上面 大家還是要留意一點 那包括說像今天 如果說今天晚上整個融資大減 那對這個走勢就會更好 為什麼 因為最近整個大盤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現象 就籌碼面上來講 就是法人在賣 但是融資在買 整個有沒有 就是撒住 它在這裡悶 但是法人是在調節 但是融資一直進來 好這個時候掉下來就會 一定會產生一個現象 就是要殺融資 所以我們這兩天注意一下 在大盤上來講 下跌的話 對 比較良性 在大盤的解讀來講的話 就是 比如說今天 明天 接著慢慢的融資有 往下跑 那這個當然對大盤就一定有良性 那在我們個別的操作上來講 觀眾朋友們大家就要留意 你手上如果是融資 就是說你要避開那些融資比較高的哥 基本上在這裡其實有很多股票 像我們剛剛講的 Apple要發表新機的 對 下禮拜10號 那這個時候就又牽扯到 整個走勢的話 那剛剛我講到技術面 那另外的話 關係最大的就是F4 我們台股的F4 那基本上對F4來講的話 以整個美國的走勢來講的話 廣達確實會壓力比較大 因為它跟輝達關係最密切 那包括像聯發科 因為整個晶片 那它基本上它也會壓力比較大 但是就台積電跟鴻海來講的話 其實反而是這一波 大盤能夠止住的一個重要關鍵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台積電本身其實 我們從台積電 對外的很多的說法來講的話 台積電整個Coreforce製程 基本上還是供不應求 那未來的AI其實 不管回答出現什麼問題 AI未來就是趨勢 這個是一定的 再加上台積電不只做AI Apple 蘋果手機也是台積電的生意 那這個時候尤其是 這一次蘋果手機 基本上我參與了非常多 國外的言調機構 大家都認為這一次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換機場 好待會講蘋果手機裡頭的 這個供應鏈相關的個股 那我們在大盤上頭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短線來看 它還要經過整理時間消化 對不對 對 大概這個時間要多久 然後區間是高點在哪 低點在哪 基本上我們來看 基本上在這裡 之前這一條是季線 季線基本上它就會有壓力 那這個季線你要等到什麼 等到整個季線 開始往下扣底的時候 那目前來看季線它在扣底上面 所以季線會有下壓的壓力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整個你盤要整個往上拉 是不容易的 所以大概我們推估大概在10月中左右 然後整個9月份 基本上它就 我們目前的認定就是 在這個底下跟季線這裡 有可能它就做這樣上下 萬一上上下下這樣 是 時間點到10月中 所以現在才9月初 到10月中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這一個月的時間 那觀眾朋友們如果你要進場做股票 那基本上你就是要留意 如果說它往季線靠了 大盤往季線靠了 那基本上你就不要去過度追高 不要追了 因為季線往下一定會有壓力 那但是跌下來 除非有債有很嚴重的利空 不然的話剛剛我講的這個支撐 其實在短線上來講還是蠻強力的 你可以著亮的一些未來性的股票 你就可以著亮的分批進去做顧及 好在季線之下面 然後大概2萬1附近 大家在這邊來選擇有未來性的股票 好我們首先看到未來就是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就是未來了 因為還沒有到嘛 9月10號蘋果要發表新機iPhone16 聽說還有搭載這個AI的功能 當天華為 我聽說以前華為都會避開這個時間點 現在華為是這個 就跟你對著幹就是了 你10號我也10號要發表一個 一款這個三折機 那他們相關的供應鏈你怎麼找股票 你看比較好的供應鏈族群有哪 個股有哪些 基本上我解釋一下 剛剛我講過我參與了很多的延調機構 那當然這些延調機構它不會指延調蘋果的 其實他們基本上是認為 整個手機會有一個比較大波的換機槽 那所以當蘋果發表的時候 華為也要來搶市啊 這是一定的 好那這就造就了整個手機相關供應鏈 其實都有機會 所以我們不用對抗的狀況來看 反正你們對抗是品牌對抗 那供應鏈就是照照過 那供應鏈就是我們台灣都有嘛 好那但是基本上我們還是比較看重就是蘋果這方面 為什麼因為蘋果帶來的商機確實比較大 確實跟我們的供應鏈 因為跟我們台灣的供應鏈關係比較密切 好那就整個供應鏈當然供應鏈很大 那我調出一些大家就是比較有防禦性的 也就是說它基本上可能股價比較相對在低點的 像比如說像做板子的 那為什麼我會講做板子的 基本上大家會了解 大家可能有注意的話會知道 包括剛剛主持人講的 華為要發的新手機是折疊手機 而且是三折 三折 也就是說未來折疊手機 那基本上就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那這個折疊手機 我今天有帶了一張大概這種 這種就大概這樣 那為什麼我要讓大家看呢 因為它整個折疊手機 大家會發覺它就變成什麼 兩支手機 對 螢幕變好大 我看過一次 也就是說它螢幕會變什麼 需要兩個 對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板子也好 或是說觸控面板它的商機 好的 量增加了 對 本來一台手機 現在兩塊面板或三塊面板 那再加上這些相關的公司 其實股價都在相對低的 尤其是現在這種情勢底下 其實有很多 很多投資朋友還是會擔心說 哎呀這個如果股價在高點 是不是第一個就會受到修正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挑這些 比較股價相對低檔的 那像比如說像我們做 像做軟板的 軟板的就是 當然有加聯益 也有台郡 但是基本上我比較看好是真領 那4958的真領 為什麼 因為真領基本上它是鴻海集團 我們看一下線圖好嗎 4958 4958 4958 那你看 基本上它不是在這個高點 對 那它是在這裡 那當初為什麼會長高了 其實當初大家就預估Apple手機會不錯 但是大盤修正了嘛 大盤修正它也跟著修正了 那這個時候Apple手機如果真的賣得很好 那這個高點就有機會來挑戰 對 160 甚至來越過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是相對在一個低檔區 在這個低檔區 這個就是軟板方面 那如果說像有複合版的 那複合版的話是耀滑 那耀滑的話 2367的耀滑 整個你看它都一樣 對 那你看它在這個平台整理多久 也就是說剛剛我講的 你如果平台整理很久的話 基本上即使現在大盤有一點壓力在 它這個因為它畢竟整個平台整理很久了 籌碼相對的穩定 那其實它最近已經開始強了 只不過最近這幾天大盤也有壓力 它就跟著做修正 這個是大家可以多留意的 好 那另外的話觸控就 觸控大家很像大家認識的 大概就兩家嘛 TPK跟葉城 那基本上我們講TPK好了 3673的TPK 一樣你看 它是不是就在這裡整理很久了 對 那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就像我剛剛講的 本來大家預估 整個Apple會帶動整個觸控 但是大盤修正了4000多點 你還是要修正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 Apple真的銷量很好的話 業績起來的話 這個高點基本上來挑戰 就是相當合理的 那整個反而是你 有一個股價的拉升的空間 這是第一點 那當然為什麼我會講TPK 基本上 其實我還是很注重這個 基本上TPK 上班機還是賺錢 但是葉城的話 基本上它就 它是小虧 對 那當然 在這裡 尤其是在這裡 比較有風險性上來講的話 那 我就會比較建議 你當然還是要挑 像TPK這種 我有EPLs 有業績在製成的 是是是 這樣的話 你做起來 你自己本身的安全感也會比較高 對 那另外 另外 那我剛剛講過折疊手機 所以另外有一檔 當然它目前不是Apple概念 但是它 因為它是 算是手機的軸層 那當然 手機軸層 目前我們國內 大家比較了解的 就三家 那有兩家都很高價 比如說富士達 新日興 新日興是 比較屬於Apple手機 但是Apple目前沒有推出折疊手機 那反而這一檔照例 三四五八的照例 三四五八 三五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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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之前 因為折疊手機一直沒有銷量出來 那疊下來之後 你看為什麼擠打兩根 因為大家都知道 整個大陸 包括Google的手機 包括三星 包括現在我們講的華為 都要推折疊手機 那為什麼我會講它 你看嘛 另外的 富士達 富士達 長很高了 都長很高了 那裡面包括新日興都一樣 新日興3376 都長很高了 都已經漲上來 但就 剛剛我們看過嘛 就照例基本上它是在底部的 對 那當然你在這裡的話 比較防禦性的做法 那第一個我們買底部的 而且第二個 我認為股價漲升的空間 也會比較大 好 就是到10月中之前 大家如果要做多的話 參考的方向要找防禦性 有防禦性的股票 所謂有防禦性的股票 它要有業績支撐 然後它不要衝害刀了 股價 對股價相對在比較低檔 低檔的股票 然後有業績支撐的 然後有業績支撐的 往這個方向來找 那這個時間點到10月中 確實有點磨心 時間好長 但沒有辦法 還是要等它大盤把消化掉 但是基本上我們是講說大盤在這裡 但是其實會產生個股表現的現象 是 Apple發表新手機了 其實馬上可能大家都會統計 本週它的銷量就很好了 其實相關個股就有機會 就有機會了 但是這些相關個股未必拉得動大盤 這個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所以在這裡只要大盤真的沒有太大的系統性風險 這些個股其實反而是有機會 接下來要替我們粉絲朋友來回答 他們關心的問題 那是社群上頭 大家問到的問題 還有大家心裡頭想要知道 到底該怎麼操作 首先第一檔是長華8070的 長華本身它是台積電相關供應鏈 它已經漲很大一大分 基本上從技術場來看 大家要留意的是 整個它其實它離季線很遠 關於有一點過大 再加上這個是時日線 時日線基本上就是你來驗證說 這一檔股票短線夠不夠強 那它目前有稍微跌破 但雖然是拉上去 那大家要注意 整個它如果短線轉弱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會往技線靠 所以這個時候 你如果操作上你有的話 那基本上你逢高 我建議逢高要調節 然後那你如果想要進場的 那你就稍微等它 因為它短線有可能轉弱了 你等它接近整個技線的時候 你再來做動作 尤其是因為長華本身它是 它在雖然是相關供應鏈 但是它本身是一個代理商 它的毛利率其實是固定的 所以你要有它 它有整個很大的爆發點不容易 所以大家還是按這個來操作 好它現在目前是這個 漲多了一段了 那大家在操作上頭呢 粉絲朋友可以 聽從這個輝哥的建議 有高點的話可以先做出拖 那回到季線附近 是一個比較安全有防禦性的買點 對不對 尤其是它融資也蠻高的 這個是我剛剛提過的 對不對 融資高的股票 現在大家先避開一下 好接下來正文 它是無線網路設備系統4906 正文基本上這個 你從歷史上角度來看 正文這支股票本身就比較牛皮 那可能大家會有一個疑慮的 如果你手上有的話 可能你會怕說是不是有做頭 基本上目前這樣看是沒有做頭 這個沒有做頭疑慮 但是你要叫它股價有多大表現 很困難 整個正文的基本面 當然它不會太差 但是它沒有爆發點 所以我會建議 你如果要操作無線網路 就是網通這一塊的話 基本上你就不要跳正文 正文基本上有一點 它現在沒有題材在它身上 而且它股性本身就是比較牛皮 牛皮啊 對 可以找其他的 對 網通這個族群有其他的個股 可以來做選擇 好那接下來石碩工業4566 是金屬加工金屬製品 石碩工業基本上它就牽扯到機器人 它這一段其實長的就是機器人 就長機器人題材 然後基本上石碩他們目前也講說 他們有切入整個易能 就是散熱嘛 但是它做易能它不是 它就是做那個易能的那個接頭 就是易能管子的接頭 好那現在整個機器人 那基本上其實它漲了一大段了 那你再來就是要交成績單 對它成績單還可以 但是整個股價也已經表現了 所以如果你有的話 基本上在技術上來看 大家要留意 它是有機會做一個頭的 它有機會做這個頭的 那你要怎麼樣去辨別 如果跌破季線 基本上我就會建議大家先 因為它已經反應過題材了 對 基本上目前整個機器人對 其實你可以稱它短線 方向是對的 但是你會發覺它不是全部一起漲 為什麼 因為大家股價都漲了一段了 再來要交成績單 就像人家講的醜媳婦要見公婆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一個考驗 那再加上目前這個磐式 基本上它的量能也不會太大 那大家不需要去冒這個險 這個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好 下面這一檔聯電 2303的聯電 聯電基本上 這樣講好了 聯電也算是很牛皮的股票 但是從整個 從整個它的營收來看的話 EPS來看的話 確實你買它也沒有錯 只是它股價你要有它的爆發性其實不容易 為什麼 畢竟聯電是做成熟製程的 那成熟製程 毛利率就是那麼固定 那你沒辦法說我有什麼爆發性 但是溫溫它談 這個是聯電的特色 那我相信會注意聯電的可能也是個性上比較保守 但是可以 你在這個狀態下其實聯電也算是安全的 畢竟它的EPS就在那邊 但是你要長時間 但是如果說你是要求一個比較有大利潤的 聯電基本上會比較困難 這個是它的特色 但是你說在這裡我安全就好 也可以選擇 對 因為它EPS畢竟在那邊 而且成熟製程它的需求不會消失的 聯電也有它一定的程度在 這個是我給大家的看法 好 接下來TVC 車燈汽車零組件 汽機車零組件152M TVC基本上在目前來看的話 它一樣在這個頂部上已經盤很久了 就技術上來講它目前跌破極限了 那跌破極限的話 一般它就會來測這個 有機會來測這個低點 前波的低點 但是它的整個營收其實是相當好的 3.66 為什麼我這樣講 我們來講另外一檔龍頭 東洋 剛剛3.66多 對 3.66 差不多嘛對不對 對 這個3塊其實 但是你看它的股價 它的股價在90幾 對不對 而你看TVC在 63 對 所以它相對上來講的話 其實它相對上是股價是比較安全性 比較漂亮一點 但是只不過就技術上來講 因為它跌破極限了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手中有持股 那基本上如果短線 像明後天有可能它就會反彈 那短線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先避開 因為畢竟它這個頭部已經很久 然後避開之後 真的你想要買等到它來這裡測 前波低點大概55度 不會它有機會會來測這個 那來測了之後 穩定了你再來做買進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基本上它已經漲一大段了 那你再來就要挑什麼 其實要挑從底部準備要上來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一些平概股 因為它委屈很久了 那你反而你可以把那個目光交點 轉到那邊去 那對你在股市裡面 今天未來的獲利就會比較有幫助 今天非常謝謝輝哥來到節目當中 跟我們分析這個最近的盤勢 大盤的表現還有 未來該注意的個股有哪些了 那我們節目 每個禮拜五晚上8點鐘 在YouTube頻道首播 如果觀眾朋友 你想要到節目上來 跟分析師面對面的請教問題的話 歡迎大家掃描QR Code 填寫報名表就有機會 好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會了 拜拜不要忘了 謝謝大家 按讚分享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